又到了周末 快来看看本周时尚界发生哪些大事 土洋烤鸡大战开打喽 快戴上你的手套 回味20年的这个品牌 日前在巴黎重出江湖 一样主打台式风味 招牌商品带着酱油香气 但吃起来和20年前并不相同 这是因为引进蒸烤设备 让现在的鸡吃起来比以前更多只 另一方面竞争对手也不甘示弱 立刻开了全新旗舰店迎战 主打商品则是这只站着的好鸡 一样使用蒸烤设备 不同的是口味上 以多种香料堆叠出稀释风味 吃完了鸡 你可知道这一碗饭名字的由来 我不知道耶 不知道是哪里 至于鸡糕饭这个名称究竟从何而来 由于说鸡糕就是台语笛歌的音译 那传承了40年老店的老板娘又怎么解释呢 鸡糕饭就是吃到来这边吃的 如果想来个周末小旅行 预警可不只有芒果 抬头一看招牌上大大的猪血猪肺果几个字 虽然不知道猪肺果是什么 还是点来尝尝 是将猪肺洗净灌入粉浆煮熟而成 口感嫩Q不过没什么特别味道 将点芥末酱油比较有滋味 请继续锁定复堪美食 动新闻台湾假设法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